中南部昨天大雨沉灾 好在今天看起来雨势是趋缓 但是下的也不少 台南今天下最多雨在七谷有81.5毫米 而高雄则是在前阵大约是49毫米 当然和昨天比起来算是少很多了 但是气象主要提醒大家 因为科罗沙台风导致水汽北台 因此周五和周六的清晨 可是很有机会会下 比昨天还要更大的雨是呢 我们想请教一下美亚议员 虽然说这次下大雨 还是有很多人想尽办法要黑寒 但是不容置疑的是 确实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 过去会淹水的 但这一次其实水退得非常的快 就有人说如果说这一次的雨 是全部都下在鸟松的话 在过去可是要淹两层楼这么高的 对 我是听当地的民众 他们其实有反映说 以前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如果那边下好大雨的话呢 可能鸟松它会淹得蛮高的 但是这一次他们发现说 在今年以来高雄下过几次的大雨 他们发现说水退得还蛮快 我这边有个数据也念给大家听一下 像鸟松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鸟松区呢 我跟市政府调了资料 它在8月13号的早上8点38分的时候 有通报积水 好 那什么时候水就退去了呢 9点04分就退去了 所以这当中其实短短的可能不到半个钟头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水就迅速的那个退去 那还有像任务也是高雄是以前只要下大雨 就逢大雨避烟的一个区域呢 我们也看到说他在8点37分的时候 通报说淹水了 可是在9点28分的时候呢 水也都退去了 所以我觉得韩市长他们 这一次所做的这个清淤的政策 高雄市民是非常有感的 因为在以前民进党的时代 我们都会听到他们怎么说呢 陈局可能会说 我们花了几百亿 我们花了多少钱 我们盖了很多的制洪池 盖了15座 所以高雄变成一个海绵城 是高雄不会淹水了 但是呢民众还是只要碰到 下大雨就会淹水 我就很常会举我的选区 古山台泥志洪池 在那个当年啊 他刚盖好的时候 那一年下大雨淹大水 就马上就破功了 马上破功啊 对 然后甚至大家去年的大水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 823泡站 对823泡站 所以高雄 水灾在里面的那个 对对对 所以淹水淹水路不平 一直是高雄市民心中的一个痛 就是说为什么每次一到这个状 一到下大雨 或是说只要开车出去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说 骑在马路上要么就坑坑洞洞 下大雨就一定怎样 就淹水 但是这一次韩市长呢 他不是去花大钱 去盖制洪池 他反而认为说 是不是这个清淤没有去落实呢 所以当我们看到说 他清淤的时候在鸟松路段 曾经有高到哪里 195公分高的这个高度 所以只有多久 有多久没有清淤了 本来那时候水利局 在跟我们回报的时候 是说大概平均看到 有那种70公分左右高的这个淤泥 但是想不到有的路段 居然是高到100多公分 甚至有一些 他就是没有办法下去清淤 他必须还要用那个叫做什么 叉尿 叉尿 小山妈 小山妈 对对对 先挖一个洞 然后才有办法下去 所以这个在在都显示说 其实有很多年 都没有落实清淤了 那民进党当然也会出来反驳说 每年都有编这个清淤的预算啊 那我们也就是要问了 为什么每年一样将编预算 但是以前高雄市还花大钱盖 制洪池 但是呢下大雨就淹 那这一次版的同样的路段 当韩市长他们落实做了清淤以后 民众很有感 就算淹 因为下大雨难免还是会淹 但是退得快不快 我觉得水退去得很快 这件事情就可以证明说 看得出来这个市长 到底有没有在做事 其实全台湾的城市设计 最棒的地方当然是台北市 如果食雨量78毫米以内 都可以马上退 但是超过78的时候 就连台北市都会淹大水 所以就是要看食雨量 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 虽然说雨下得大 但是水也退得很快 我们要连线给 人在高雄的黄逸玲医师 黄医师你好 大家好 是黄医师 您应该特别有感吧 这一次水是不是退得蛮快的 当然是很快 都没看到淹水 也没看到积水 我在这边特别 您家这边 澄清路这里 连积水都没看到 都没有 我现在特别强调 刚才我梅雅有提到 其实这个食雨量的设计 高雄是60到65 这个是民进党执政的受设计的 所以应该检讨上 为什么设计成这样子 为什么台北可以设计到78 高雄就是60 甚至没有超过65 这个是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 我们的这个简幻中议员是小改 好像是古山区 他有提到说 去年的823跟年的729是不一样 因为它的总雨量 就是日的总雨量是比今年多 没有错 但是问题就是因为你设计错了 再加上你的清育的方法是错的 我要跟大家今天一定要特别说明 去年跟今年有什么不一样 可以做很大的比较 甚至跟台南可以做完全的比较 为什么 今年的台南的食雨量 最多就116 我们高雄市人五市 我们桃园地区是143.5 大家看在土市这么多 去年最多的食雨量是大辽 是110.5 你看去年的食雨量是比今年少 那去年为什么淹这么厉害 就是因为有一个叫雨水下水道的东西 我们的陈局都没有去清 陈局还在总统办公室里面 发布一个消息说 他把他所清的这个雨水下水道 跟中小排 还有我们的测锅 甚至于把我们这个所谓的 另外一条的计算方式来算进去 总共的长度是5000多公里 他错了 真正的会造成积水跟煤棒消退 最主要就是我们的雨水下水道 也就是我们所谓大牌 大牌里面有包括所谓寒管材类 所以我们这个 你看看那个图 我们其实已经讲过很多次 就从去105年到107年 我们清的这个所谓淹泥 从那雨水下水道 我们单单比雨水下水道就好 不要比其他 其他中小排都就一样 那雨水下水道你看 他从105年0.71到106年的 1.5到107的1.2 总共加起来3.4 你看我们今年清的已经快超过 而且预估到年底是4万吨 那总公里数我们是39.7公里 大家看雨水下水不长 才40公里而已 所以你不能把这个模糊焦点 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 你在前草没有做到这一点 才造成你今天会有这么多问题 我觉得他雨水下水也是没有去 所以你看他在瞬间 他瞬间两点下大概五六点就大雨水了 到7点10分 他甚至于南区的这个万年路 都还在积水 可见他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 他看到高雄市有这么多人 在攻击的时候 他应该看我们高雄市长 是怎么样做的 到目前我觉得 韩市长所做的事情 全部都对了 你第一个设计错误 第一个你也搞不清楚 真正的会淹水就是15辆 15辆超过100 就是已经超过你当初设计了 所以当初在去年83的时候 我有去看到四中指 里面是干干的水不能进去 那你敢听 你水没得到去那种子 你这种子要做什么 就没你功能嘛 所以我简单说 其实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前朝做错事情都不承认 这样你这个其他限制 我相信会发生同样问题 那目前邓哥也在 在好像蓄势待花 尤其是菲律宾啊 越南这些都已经十几万例 我相信 假使你台南这样淹水 你的邓哥也很小心 你会重蹈105年的覆测 我还再讲一次 我们高雄是处处为奸 你这些又小福也好 甚至王帝你最不应该 你讲什么 823的时候总有一样加减是 那个719的两倍 我告诉你还是一样 是十余一样的问题 并不是总量问题 因为瞬间没有办法消退 才是造成淹水最主要原因 我们谢谢黄医师的在地观察 确实不能够迷信制洪池 为什么呢 因为台南花了最多钱 在做制洪池 但这一次淹大水 当地的里长也抱怨说 制洪池似乎是没有发挥效果 风暑都已经满了 所以完全没办法发挥光灵 才能把这些水淹掉 就没差 就已经开 已经满了 真的真的 人家高雄做得这么好 我们台南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古连来都没有改善了啦 这样啦 那圣武能够再重视 党任市长觉得 在制水方面怎么样 他也看不出什么成效来啦 好 我们来看到 其实扁马菜三个总统 这么长的任期之内呢 所谓的八年八百亿 六年六百亿 我们看看到底哪一个县市 拿到最多的制水预算 答案就是台南市 总共拿了两百三十七点七五亿 所以我们想请夏哥来看看 因为我们说 其实志鸿池台南盖了最多 但怎么这回 还是被里长抱怨说 志鸿池根本没用呢 这次南部下大雨 韩国有好像被骂得比较少 为什么 因为台南下的雨更大 台南是谁的地盘 民进党的 直到外线眼睛睁开 就知道民进党 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种心态 其实到处都淹水 很正常 其实淹水非常正常 只要雨量超过那个标准 一定下雨 全世界淹水的地方太多了 比台湾严重的也很多 但是老百姓 他不是在乎淹不淹水 他在乎的是 你政府有什么办法 让我不淹水 差别在这边 今天每个老百姓都在想 我每年缴我纳税 我把我辛苦钱交给政府 然后请你政府来 帮我们安排怎么花这些钱 今天政府就告诉我们了 这些钱我们要拿来制水 哪里淹水 台南 好 台南 给你钱 台南拿了 最多 结果呢 老百姓 好棒哦 台南拿最多 明年不淹水了 明年一到一季 怎么又淹了 老百姓说 那我的钱花到哪里去了 我觉得老百姓 现在最怀疑的 最困惑就是这一点 就你们天天说 我们给了台南最多的钱去治水 钱到哪里去了 你钱花到哪里去 为什么 每年你拿钱 每年你淹水 就是年年花我的钱 年年淹我的家 这就是台南人的心态 刚刚那个视频 刚刚那个电视新闻出来 老百姓问了 为什么高雄可以 我们台南不行 其实老百姓不在乎淹水 因为他们也都知道了 只要雨量过了 过了那个标准 一定淹水 合理 老百姓要的是 我怎么样不淹水 对 所以不是说 人得志宏池之前还宣传说 大家可以来打卡拍照 长满了布袋脸 但是志宏池的效果在哪里呢 那么接下来稍后回来 我们还来关心的是 郭柯王他们的会面时间 地点可是出来了